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古墓呢 就是被称作五代第一明军 柴隆的墓 为何他在位是仅仅五年就有如此盛誉 还有人说 如果他在延长时间 肯定能名列唐宗宋祖 也就没有宋祖什么事 这宋太祖赵匡应只是为他一元战将 是一个完美皇帝 但是为何这么一个大好江山 最后会被赵匡应所收割 我们来这里聊一聊他的故事 柴隆在小时就生性谨厚 是今天的河北邢台人 他的爷爷父亲都是本地有名的富商 他也在早年经商 后来投军 因为他的姑父郭威武子 把他收作养子 后来把地位传给了他 也就是为后洲的第二位皇帝 周世忠 才荣 现在是历经千年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留下来的遗迹 虽然在当时赵匡应串了他的江山 但是对他这座皇陵并没有损坏 依然有祭祀 现在两旁是有村庄 看一下四周 有房子 他也是在一片的田地之间 这是他的围宝杯 后洲皇陵 哇 这里的景象呢 还是特别令人震撼 这一座古墓 竟然有这么多杯留下来 可以看到在历朝历代 他的名声是特别好 这一块呢 他是为乾隆时期 在上面他还有祥云 还有隆文 才能不死 赵匡应串就只能乖乖的做一名将军 他是为武双全 上马打天下 下马治天下 他也是有雄心壮志 要一统天下 结束五代乱世 他曾经让城下去研究统一天下的策略 他采用的是新南后裔 新南后北的一个统一方针 再后来宋太宗 宋太祖 他们所沿用的就是为这条方针 来统一天下 他是曾经说过 十年库天下 十年仰百姓 十年治太平 这在当时五代 是多么一个豪言壮语 用三十年造就一个朗朗乾坤 那里还有那里 都是有一代明君的石碑 财龙呢 是十五头君 二儿三败将 三十三岁就做了皇帝 这也是一个人生传奇 他在位五年 是身乎节俭 齐云内政 开疆阔土 山寨南唐 他是收取十四周 六十县 南唐皇帝是直接去帝号 称国主 南下公主 收取四周 北宫辽国 收取三关三周 其实呢 他是易在幽云十六周 但是谁曾想 攻打幽州时 他是身体病重 回来就病逝了 在后来宋太宗时期 因为高粱河一战 大腿受伤 从此不敢再想 收取幽云十六周 就是这么一位明君 上天是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在他风头正圣时 终止了他的生命 也结束了他的事业 他只好把地位传给了他 七岁的儿子 财中训 让大臣还有太后辅佐 在后来呢 赵光燕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串了后桌的江山 你让财荣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他难道不知道 在五代四国这么一个乱世 立一个小孩子七岁天子 坐不稳江山 一个人立一个长者 其实呢 这不能怪财荣 在他和他辜负郭威 给后汉皇帝打工的时候呢 这后汉皇帝就猜忌郭威 就把郭威在京的一家人给杀了 所以他顺便也把财中的一家人给杀了 所以他的儿子也在其中 后来才有了小儿子财中训 这也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 在离任的时候 他也做了一番准备 让很多人去辅政 但是没曾想到 全被赵光燕给化解 仅仅用了几天 兵不血刃 就串了他的江山 但是赵光燕呢 对财家还是比较不错 财家有罪 不得家行 并且对他的皇陵也没有损坏 但是非常可惜 一代明君 就是这么一个下场 王朝呢也是特别短暂 真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 河南 看到周四中的皇陵 那下地方见 再见